哈喽,大家好,我现在在我的新家,前两周我搬家了,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打包,然后我从我以前住的公寓楼搬到了我现在的新家。 我在新家已经住了两周了,但是我还在装饰我的客厅,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现在的客厅是什么样子,然后呢,我也想要听听你的建议,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中文。 你看这里,后面就是我的客厅,现在还非常的简单,我喜欢白色,黑色,比较简洁现代的风格。 所以你看,我现在有一个黑色的电视,电视下面是白色的电视柜。 沙发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的沙发,上面可以坐两个人。 但是以后呢,我想要把这个沙发换成一个L型的大的沙发,这样的话就可以坐更多的人。 那在我的客厅里,我最喜欢的是我新买的这个地毯。 你看,这个地毯,它是白色的,上面有黑色的线。 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的美,而且很简单,大方,是我喜欢的比较现代的风格。 在这个地毯的上面,有一个白色的正方形的桌子。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桌子,但是我打算买一个更好看的咖啡桌,然后会让这个客厅变得更漂亮。 还有就是我想买一盆绿植,绿植也就是绿色的植物,把它放到我的电视的旁边。 这样的话,我的客厅就会看起来更美。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的客厅在我的身后。 那在客厅的旁边,还有一个小的区域。 这里是餐厅,也就是吃饭的地方。 那你看我现在有一个很长的桌子,那这个桌子还缺一些椅子。 我现在在找和我的桌子相配的椅子。 我想要买浅色的椅子。 这个桌子是比较长的,可以坐六个人。 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桌子的。 我可以用这个桌子和家人一起吃饭,而且还可以用它来工作,学习。 我很喜欢这个餐厅,有一个很大的窗户,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 那这个周末,我打算继续去家具店看家具。 我还要找椅子,然后要买绿植。 还有如果我看到好看的装饰品,我也想买一些。 你对我的新家有什么建议吗? 你一般去哪里买家具呢? 如果你有好的家具品牌的推荐,就给我留言吧。 我希望我的视频对你学中文有帮助。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日常生活视频来学中文的话, 别忘了看我其他的视频。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,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视频了。 我们下次见,拜拜!